大家好,我是河馬 最近暗類似有出已經出了很多天了 相信大家很多人已經滿等 剛開始玩的一些新手 然後今天這支影片主要是講一些 剛踏入給新手的一些話 相信大家在開始玩之前 會去爬很多的公約 一定有什麼擴荒啊 選什麼職業啊 怎麼加點啊 怎麼配裝啊 但是我真的強烈覺得 都不要去看配裝啊 加點什麼 我覺得第一次玩的人先依靠自己的感覺去玩 玩完完到可能你玩到一段時間 可能去滿等之後 真的真的覺得玩不下去 或者說 你可能覺得不知道怎麼在晚上提升 我建議你再去看攻略 因為已經很多的youtuber呢 以及很多影片已經開始在做職業的排名了 我真的覺得很快做職業排名的人 我覺得 是在 是在荼毒玩家 我是這樣覺得 因為 他會給大家一種感覺就是說 我玩這個職業好像是最弱的 然後變相導致大家都不會去玩那個職業 當然這個是我個人的立場 所以我都不會去看那些什麼職業排名啊 或什麼 例如像死靈 或者像法師 怎樣去加點會比較好 怎樣的配裝比較強 但是我不否認的是 的確有些配裝 的確有些配點 是最佳最好的 這點我不否認 但是我要強調一點就是 剛開始玩的玩家 我建議憑自己的感覺去玩 我覺得會比較多的樂趣 盡量不要去看攻略 我覺得會比較好 然後最後一點就是 我真的覺得 在做那些影片 例如說什麼加點啊 職業排名啊 我覺得真的要提一下 你真的要稍微想一下說 做這個影片 對新手到底有沒有幫助 對剛開始踏入暗黑式的玩家 到底 會不會有影響 心情會不會受到影響 玩人心情會不會受到影響 會不會覺得說 玩這個職業 是不是很爛 然後就不想玩 然後就玩很強職業 硬逼自己玩很強的職業 例如說假設野蠻人第一名 啊假設我想玩法師 看影片之後 他們說法師很爛很爛 我是舉例啦 法師很爛很爛 最後一名 然後啊 法師這麼爛 那我不玩法師 我就玩野蠻人 然後玩人之前很痛苦 玩自己不喜歡的職業 因為大家都說野蠻人很強 第一名 所以跑去玩野蠻人 變相 你就很不喜歡玩法師 就 玩法師會覺得 好像玩錯一樣 所以我真的 強烈劍技術手 不要去爬文 不要去爬攻略 先依照自己的感覺去玩 依照自己喜歡 最喜歡的職業去玩 最喜歡的方式去玩 玩完之後 可能你升到滿等 然後升到一地的等級 你覺得配裝或是配點 你覺得真的很奇怪 你再去洗一點 然後整個重點 然後再依自己的感覺 興趣去玩 我覺得這樣是最好的 這樣是最好的 好 最後最後 最後 我結論就是 我覺得按A4 有非常多 可以改善的地方 可能剛出啦 一定會有很多更新 像我覺得 關於是技能啦 技能我覺得就 不需要花錢啦 我覺得花錢這個設定可以改掉 因為你後面錢就很多 所以花錢我覺得沒什麼 沒什麼意義了 然後這樣是 嗯 敵人的血量吧 我希望 可能我不知道設定有沒有 我沒有持續感 敵人的血量我希望有數字 跟暗黑扇一樣會有數字 再最後一點就是 祝大家 玩按A4很愉快 我覺得 很值得去玩啦 尤其是劇情模式 我建議不要跳過 任何動畫也不要跳過 慢慢去品味 慢慢去欣賞 每一個對話 每一個劇情 我覺得劇情做得很不錯 而且劇情我好感動到快要哭了你知道 我覺得真的還不錯 好 那我們今天 見到這裡了 大家再見 拜拜